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泰国,这八个景点一定要去,少一个都等于白来 1.普吉岛 它被誉为安达曼海的一颗明珠,沿海的自然风光,宽阔洁白的沙滩,碧绿翡翠的海水,以及当地特色的人文风情,使它成为了来泰国的首选之地 2.潘崖湾 有着小桂林和海上世界奇观之称的潘崖湾,总能给人一种非常舒适放松的感觉,奇特的岩石景观,足以满足你对奇观的欣赏 3.玛雅湾 整个玛雅湾基本都是礁石,没有太多的沙滩,所有的风景都属于碧海蓝天和青山绿水 4.太皇宫 去泰国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,它是很多艺术风格和经典建筑的精华 4.始建于1782年,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,规模最大,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群 5.梅南河 它是泰国第一大河,最吸引人眼球的,要算是那些雄伟壮丽金光闪闪的寺庙和佛塔 所以,泰国有着千佛之国,黄袍之国的美誉 6.苏美岛 一个完全被阳光和碧海蓝天包裹的海岛,坐在海滩上都能感受到舒适的海风 它以茂密的椰树而闻名,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度假圣地 7.双龙寺 位于泰国清迈,是一座由百象玄址,皇室建造,充满传奇色彩的庙宇 泰国著名的佛教避属圣地,因山路两旁的两只金龙而得名 8.四面佛 佛像的四面分别代表爱情、事业、健康与财运 由于很灵验,又被称为有求必应佛 拥有着诸多迷人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的泰国 你什么时候想要去